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滿 我是鄭鴻怡,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主席處今天公佈了經濟成長率 說今年不會到四,只有3.9幾 那渣打銀行看得更差 渣打銀行說其實只有9.7 其實台灣的經濟 也不能完全怪馬政府 因為全世界確實都不是很好 不過馬總統跟人家講633 所以大家就用這個來檢驗他 那麼事實上馬總統執政的前四年 平均是3.5 那今天公佈的是3.9幾 所以他執政五年大概都會3點多 距離他的6 我看是他任內絕對不可能達到了 這個可以賭博的 馬總統的支票跳票也不捐薪水 所以導致他這個選票大幅流失 他如果不是不要用那個勃索 說實說有可能他真的就沒條了 所以今天很多朋友還是傳真進來說 他們認為這場選舉有很多的問題 這個開票唱票量票等等 所以今天的傳真 我們要再跟大家來報告 我覺得都是很寶貴的意見 那不只是這樣 很多人就說永不放棄 而且願意在這個時候加入民進黨 並且要成為監票員 這事情我就覺得說 蔡英文說群眾沒有潰散 看起來氣氛似乎如此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這個馬英九政府的新的內閣 今天公布了名單 怎麼來解讀 包括若選的陳以珍 包括楊秋星 包括林毅士 這是什麼樣的布局 今天要來討論 有一個北大的教授 如果罵香港人是狗 而且很賤 沒有中國 你們能夠過這樣嗎 我不曉得台灣有沒有那麼一天 也是罵台灣人是狗 台灣人很賤 因為沒有靠中國我們活不了 到那一天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的尊嚴 我們敢吭聲嗎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也就是跟九二共識有關 那麼趕快來介紹來賓 李毅士 前十八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總 郭龍兄六 吳國好 台灣 好 另外呢是民進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也是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陳其邁 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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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吳國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高票當選的新科的立委 民進黨立委當選人蔡其昌 蔡委員 蔡委員 你好 吳國好 大家好 好 那麼蔡委員 在這個中部 大家過去民進黨說也是很艱困 那為什麼這一次他能高票當選 他有什麼這個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麼等一下也來請教他 另外呢是東國大學政治系的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 你好 主持人 大家好 以及政治記者鍾林 黃 您好 宏一 瓜布用情 大家好 以及台北大學工行系的副教授 何漢君 何老師 你好 宏一好 大家好 首先我們要來看 請大家仔細看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有趣 就是說在最後的時候 中選會 那麼蔡英文的票數是608萬8958票 那麼這個馬英九是688萬1307票 可是六分鐘後 六分鐘後 竟然所有投開票所都沒有變 六分鐘後 蔡英文的票數減少了680票 而馬英九多了913票 來 我們來看VCR 電話一通接一通 話筒零一投 越來越多綠營支持者 抱怨這次總統大選不公平 民進黨中央黨部志工接電話 接到手軟 支持者抗議這回大選結果 馬菜票數和原本預測差太多 會這麼不服氣 其實有原因 有人寄信爆料開票那一天 像監票的民眾被警察或選務人員 擋在門外是幾分鐘 導致無法監督開票所裡 到底有沒有被做手腳 還有蔡英文的票兩張唱一次 馬英九的票卻是一張唱兩次 更誇張的是有網友整理資料發現 中選會的開票網站出現重大瑕疵 他們質疑在九點整的時候 蔡英文和馬英九的票數 分別是608萬8958張 和6881307張 移送開票數是14795張 詭異的是6分鐘過去了 同一個投開票所 移送開票數都不變 都是14795張 沒想到馬桑董的得票數 卻增加了913張 蔡英文卻少了680票 真是太奇怪了 難道中選會還會自動刪票數 我們也有一些檢舉的案 個案 個案我們也會去做進一步的了解 但是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的證據 一 推動 開票過程 全程錄影 這是一個真正能夠解決 相關開票過程可能引起各方 制度性的解決方法 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有支持者整理開票疑點 質疑中選會成了作票中心 雖然後面打鬼問號 但難免衝擊這次大選的公正信心 好 再講一次 1月14號的晚上到晚上9點鐘 蔡英文是600 按照中選會 蔡英文是6088958票 馬英九是6881307票 請大家記住6分鐘後 照理說兩個人票數都會增加對不對 6分鐘後 蔡英文竟然減少了680票 而馬英九反而增加了913票 這樣子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陳委員 這個是你們要不要追究 這件事情民進黨絕對要追究到底 因為你說同樣的投票數 投票所 對 在票這樣變來變去 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去解釋說 為什麼這些票有的增加又有的減少 那甚至在整個中選會開票的過程裡面 一開始差不多一點多錢是蔡英文領先 到最後就慢慢的 票數從蔡英文急轉直下 跟馬英九做黃金交章 這些在電腦計票的這個部分 其實事實上我們在觀看整個開票的過程裡面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對 另外就是說 其實在整個選票的一個計算 我們中央黨部的政策會也開始陸陸續續在整理說 各投開票所有一些開票異常的這個部分 譬如說王定議帶講到 台南市有很多所在是蔡英文的票比立委的票更高 有時候開出來的票 加總計算的狀態 立委的票比 總統的票更高 這都有一些很多異常的一個部分 你說立委的票比總統的票多 對 奇怪開出來的票 開出來的票是總統比立委更多 開出來的 總的你知道嗎 總的 總的總統票比立委票多19萬多 對 但是台南是立委票比總統多 對 所以這是有一些跟我們在地方看到的情況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針對一些有疑問的投開票所 逐個投開票所在做一些異常的一個累計 所以我們明天的中常會大概會初步 未來報告裡面稍微提到說 這個部分到底 這個開票異常的這個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另外我們也希望說 因為大家很熱心的我們這些朋友在檢查的時候 盡量有比較具體的投開票所 因為你如果不是說具體的投開票所 又是聽人家說 我們如果要回溯 還要去問民進黨在那邊的檢票園 有什麼異常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變成沒辦法追蹤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是剛剛那個就很具體喔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當然 我們的黨團也會正式 跟黨中央也會正式去函 中選會 要求他們提出一個合理解釋嘛 因為你選入機關 他會有那個票 有的同樣投票數 有的減有的價 如果他跟你隨便講說計算錯誤呢 這個應該要有合理的解釋 才能夠 這個釐清社會大眾的一個疑慮 第二個是我覺得 立法院也應該在內政委員會 應該要派一個專案報告 邀請中選會的主委來 把這個相關這裡的一些議論 跟社會大眾說清楚 不然這個大家沒有選會寄 這個選舉變成一個沒有真相 也沒有是非的這個部分 那你讓這一些過去支持民進黨的人 怎麼交代 另外還是覺得比較重 還是制度性的問題 今天民進黨的這個方案也有出來說 我認為後天譬如說要弄贏 這個部分這個制度 要花金利選保給裡面 這個部分要快修正在裡面 另外我也覺得說 我告訴說有為了作票 還是說有選舉 有人為故意的疏失這個部分 他的行政法 或者刑法這個部分要怎麼來 重重的來加以處罰 這個某種程度都可以受到一些 嚇阻的一個效果 你不知道現在開票有沒有標準作為程序 有啊 當然有啊 那有 有喔 像你拿出來你就要說 2號 蔡英文1票 這個你要完整的暢緩 你假如沒有完成做這些動作 這個都是違反相關法令的規定 10位有人說 我們拿100張 沒有那個 沒有按照程序 按照你講 這次你開票應該是總統先開 後來比較理會比較進行 對… 你怎麼做會開呢 所以有可能很多地方 我懷疑有一些地方 大概人手不足的情況之下 他還是三組票同時開 那變成大家票也沒看清楚的情況 就倉促再做計票 你說有SOP嗎 我請教你 蔡英文1票 馬英九1票 蔡英文1票 馬英九1票 你怎麼看有 這要放多久 這個他的標準動作應該是要 標準動作是要放多久 要雙手把票攤平 那蔡英文1票 要讓大家看到這個票數 這個才放下去 所以監票人員很重要 這就要訓練 當然他的動作不是標準程序 你就要制止他 要求他要按照正確的程序來做辦理 因為你現在馬英九1票 拿起來雖然開 馬英九1票 你不知道他 賺到到底有幾位 是喔 所以我回頭說 我說國民黨 有錢的政黨跟民進黨就不一樣 當然有很多的我們 觀眾朋友對民進黨有一些 指責 我也接受 但是他要說國民黨 二兩千公佩年的藍營計畫 一個票檔裡面 10個人在賺票 一個人一天 薪水有的報紙 誰會說發一千發兩千 所以這樣 一天賺票 吹票這樣 國民黨很久了 他在做這些事情 當然 你知道中瑞最10位嗎 中瑞最10位 下完節目 他說他們光這樣 你知道說 他們說要花多少錢 一次選舉 說只要吹票 要花30億 對 他這是10天的時間 我問他 他說你可以說嗎 他說可以說 這是中瑞最大的算法 按照他所投入 其實他在吹票是10天的時間 一天一個票是10的人 然後去計算說 一天的薪資 假如是一千塊的話 總共大概要30億左右 所以國民黨 你看有錢的政黨 吹票是這樣 吹的 吹那些票 吹那些票出來 可能沒有吹那些票 你贏 這我不敢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選舉 這個當然民進黨要 那是很多人不想出來投 最後還是看 搞不好是理事長看到 說 是啊 當然 這些人不出來投 趕快去追 理長 國民黨的選舉 習慣 在開票的時候 投票所 一個投票的平均一千票 對 外面國民黨 如果照兩千公佩年 可能是10人外面在外面在開票 當然有理長 有小組長 什麼有的 沒有 一個投票所 怎麼是一千票 一萬票才對 一個投票所 因為你是一萬四千幾個投票所 對 一萬四千幾個投票所 對嗎 你如果一個投票所是一萬票 不知道是一千幾萬票 一萬幾個投票所 一個票 大概一千 一千票 一千票左右 大概一千三百萬票 所以你看 他10的人 10的人平均一個人 顧一百票 如果家庭鑑票 如果家庭鑑票沒來投 國民黨的人 就是用車回去帶來投票 對啊 不過你一千票 你吹五十票 你嚇死人 70萬票 對啊 是啊 所以很恐怖的地方就是說 到最後有人在說 選舉國民黨會選 那天東天在選舉 這個真的在這次的選舉 是印證這個結果 所以我回頭回來說 民進黨其實對來 我們來報也要檢討 我認為 譬如大家在說 檢票人員 這平常其實 我們就要有組織的訓練 像國民黨有小組長 我們在庭院 不是只做到區東部 這個戰爭 因為區東部是按 我們立委的選舉嘛 你每一例 每一年 我們立長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民進黨來鼓勵的年輕人出來選 這些熱心的人出來選 擔任我們民進黨的幹部 未來擔任我們的監票的志工 每一個投開票所 不是說做到一個人在抗票 你如果民進黨 像國民黨一樣 我們在做一個檢測 我們做一個檢測經營的成果的時候 一個投開票所 如果家庭都是10人 在抗票的時候 我覺得後來2012年比較有機會 你過去那時候好像有嚇到嗎 說他們的男嬰計畫是 如果有一個人 騎一台歐洲外 去帶一個人來投一票 好像說 看看 我記得是西方發1千塊 這個我不敢說 我知道他們的薪資 像我請你來檢測 我是一天我付你1千塊的薪水 這是報紙下過的 OK 所以 總理想說 他們只有這個價位說要花30億 對 他這是10天 所以他連算10天 他按照人次 到幾天 內計算差不多要花30幾月 30億可以這樣幾票 他就贏80萬票 不是 我只說吃頂1票 我們說吃頂1票是1千 這樣30億是幾票 這樣就 1萬塊是10票 10萬塊是100票 100萬是1千票 30萬票 30萬票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這兩個現象 包括蔡英文的票 為什麼 投開票所票沒有動 但是蔡英文的票憑空減少 也要增加 一來一回我算大概1千6百票 這是這6分鐘喔 對 開票會不會四點開到晚上九點 五點鐘裡面 抓到6分鐘就來回差1千6票 其他有嗎 有沒有 不知道 對我合理的懷疑 依照這個朱利安尼的破窗理論 我合理的懷疑是有喔 只是沒有被抓到 這個現象非常非常不合理 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做票沒有做票 我不敢說 但是我認為不合理 而且非常不合常理 為什麼 中選會的電腦 電腦是各投開票所 用電話補充 或是用公文 用傳真過來 人工具key in進去 進電腦 然後我們看到 你key in的時候 會key到一個減號嗎 應該不可能吧 那減他為什麼key到蔡英文 不是key到馬英九 對 那你如果說好 我電腦系統出現異常 那應該是兩個票同時減 或是說整個當調 沒有票數 不是 馬英九會增加 蔡英文會減少 就算key in的是請公讀生好了 他也有這個嘗試說 選票一定是越開越多 怎麼會越開越少 選票我沒有看過 票越開越少 這不合理的地方 我覺得中選會 你這一定要改稅清楚 第二點 剛才說過那個狀況 其實我那天看開票我也有發覺 甚至郵台電視台討論 正一點點的時候 新北市蔡英文是領先的 那時候他們還是很緊張討論 為什麼新北市蔡英文領先 滿久是不是要輸了 可是最後新北市開出來 蔡英文輸24萬票 開票前一個小時 為什麼蔡英文的票領先 到後來黃金會往下掉 我覺得這不合常理 為什麼 我們回去看開票都知道 開票要看到結果 大概看一點點就知道輸贏了 因為開票他不是說 我全部都開台南市的 所以蔡英文贏 前一點點全國其他館市 都不開 只有開台南市 所以蔡英文贏 後來一點點過 以後 開始開台北市 所以不要再輸掉 不是這樣 他是全國一萬四千多個 投開票所 隨機開出來 然後報上來 所以那個是比 民調還準的抽樣 既然開一點點 前面一點點出門領先 為什麼到最後 會黃金交叉 一個輸輸到八十萬票 這我百思不得其解 選舉一天看開票 我到現在 這個事情 我還是得不到答案 網路上有網友很熱心 把它畫成一個曲線圖 如果觀眾有興趣看那個曲線圖 你就會發現 那個非常明確 而且甚至有人比較 跟2008年 2004年 2000年總統選舉 開票的曲線趨勢 都完全不一樣 就今年的開票趨勢 那你等一下廣告時間 你可以畫一下嗎 好 我來找一下 試圖畫一下 對 那個趨勢其實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事情 我不敢講它是做票 但是它不合常理 跟我們以往的選舉的認知 它是不合常理的 那是不是可以請中選會出來 跟我們解釋一下 有什麼會這樣 是 好 不好意思 這個事情真的是非常有蹊蹺 本來是608萬8958票 另外一個688萬1307票 在6分鐘後 照理說6分鐘後 兩個人都會增加 但是或者 停滯不多 蔡英文竟然會減少680票 而馬英九增加913票 是什麼理由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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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